原警或抱有劍協案 立刻趕到現場 3 你啊 你為什麼 趕快問眼前的這群人 到底是誰受傷 才知道右手邊這名灰衣男 背部遭砍 血都已經沾染到衣服上 而事後了解 他還是名新北保大的原警 過去有一個警員 跟下班到車的去買東西 跟喝酒的兩個年輕人分子吧 然後拿這個力道拖他 實際所謂現場新北保大原警 當時是跟朋友在這個抽象前聊天 結果雙方發生衝突之後 就一路吵到這個社區門口 過程當中嫌犯這一方 還拿出類似像這樣的 指甲錯刀攻擊 造成傷害案件 事發在新北市的中和 11號凌晨4點多 還原過程 這名休假的50歲桃姓原警 原本和三名友人在聊天 其中一名友人 看到兩名陌生人 從酒吧走出來 幾分九亿就叫了一聲 笑人耶 雙方就吵了起來 過程中發生扭打 對方還拿出了指甲錯刀攻擊 而逃刑原警就在勸架過程被刺傷 警校貨報之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但是商人的嫌犯早就逃逸無蹤 專業小組擴大調約監視器 通知嫌犯到案 由於雙方都互不提告 訊後醫設違法送辦 但是原警捲入傷害案 是否有違反相關的警計規定 新聞保大表示 還在調查在場的相關人 會秉公處理 TVBS新聞高腳無心眼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